今天山东媒体闪电体育独家爆料,山东高速南南新赛季小外援正式敲定,经过多方谈判,与前新疆广惠小外援古德洛特达成协议,双方十日内完成全部签约, 上赛季全能小外援劳森暂时与球队无援,不过网友普遍对山东对签约古德洛特不看好,特别是路逆惊叹,这下完蛋了,上级山东拥有一个很好的外援组合,那就是劳森和莫泰组合,两个外援都称得上是联盟的一流外援,甚至是顶级外援,劳摩组合场均可以拿到49分,数据相当可观, 山东正式在这两个外援的主导下,轻松地杀进了季后赛,并在季后赛横扫了江苏队,成为冠军大热,普遍被人们看好,只是由于后来出现的伤病太多,导致未能闯过广沙这一关,山东已经续约大外援莫泰,本来也应该续约劳森, 但是劳森在季后赛两次耍了山东,一次常规赛结束后,没有及时归队,一次打半决赛,把行李全部带到课场,并且在比赛中有出功不利的嫌疑,让人大批他的职业精神不好,人品不好,私心严重,光为了自己回NBA打球,没有顾及到山东队的利益, 现在的山东队不差钱,要想拿冠军,是完全有条件找来一个与劳斯能力相当的小外援,但是他们却找来新疆的契江古德洛克,可能要达到登顶的目标确实有些难,球迷一片唱衰,包括大部分的鲁蜜都是持悲观的态度,一山东青岛球迷说,这外援加上教练还是凯撒,新赛季想进四强门都没有了, 季后赛勉强进个附加赛吧,一闪西球迷说,这家伙得分一把好手,不太突破和阻止,加上年龄大了,迷路要凉,更有鲁蜜之叹,完蛋了,球迷的评论有一定道理,综合实力古德洛克明显不如劳森,前者除了三分球比劳森命中率高一些,突破,串联和接管比赛的能力都不如劳森,山东新赛几乎不会像上赛季走得那么顺, 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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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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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